台中汉祥公司才刚改善散率与稀污染问题 又传出要将遭到污染的废土移到清泉岗机场 当地的宝箱自救会气得召开协调会 要求给个交代 为了重建民众信心 台中市养猪协会举办优良猪肉促销活动 三斤猪肉只要200元 吸引婆婆妈妈来抢购 鱼林二轮一间养猪牧场自己盖实验室培养乳酸菌 还加进饲料里头给小猪吃 为什么要如此费功夫呢 详情请锁定今天4月28号的中台湾生活网